川普总统在讲话中传递了和解的信息 同时给穆斯林领袖提出了一个直接了当的挑战 只有你们的国家驱逐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 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 把他们赶出去 把他们从你们的礼拜场所赶出去 从你们的社区赶出去 川普在谈到伊斯兰教时口气明显变得温和 称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信仰之一 并淡化了宗教文明之间的冲突 这并非不同信仰 不同派别和不同文明之间的战斗 这是善与恶的斗争 川普的讲话也意在抚慰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 他们中许多人对历任美国总统提到人权问题都感到不悦 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来讲课的 我们不是要告诉别人如何去生活 做什么怎么做或者信仰什么 相反我们来是为了以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为基础 建立伙伴关系 川普总统的立场与奥巴马2009年 在开罗表达的立场有所差别 奥巴马当年提出以人权为基础 与穆斯林世界开启新篇章 川普的言论也和他竞选时的说法有所不同 大选时川普宣称伊斯兰仇恨我们 并提出要全面阻止穆斯林入境美国 川普沙特之行几乎没有提到人权 而是专注于商业合作和武器交易 对美国投资上千亿美元 带来工作工作工作 这个信息受到一些阿拉伯世界领导人的欢迎 特别是沙特阿拉伯 为了让川普感到宾至如归而不惜代价 但乔治城大学的研究员乔瑟琳·西萨利表示 目前还不确定阿拉伯领导人会如何回应 川普打击极端主义者的呼吁 现实是这些领导人本身在那些生活在严厉政权下的民众心目中没有威信 这些政权使用的政治暴力和极端主义者一样多 川普接下来将赴以色列与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 随后将前往伯利恒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会面 在之后川普会前往梵蒂冈 拜访罗马天主教宗方几个 美国之音VOA新闻报道